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子 现在我要试吃一下IT小师哥制作的美食 碳烤排骨 尝一下他今天制作的这个排骨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是非常棒的 第一次吃碳烤排骨哦 辣辣的,大家看一下 浓浓的自然香味非常的不错 虽然这个地方的肉有点柴 但是越嚼越香,就像吃牛肉一样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哦 朋友们,真的实在是太过瘾了 再吃一根 哎呀,哎呀,看一下 我们章叶这个排骨也有一种特色的吃法 叫干粥排骨,跟这个排骨有点类似哦 不过我觉得小师哥这一款碳烤排骨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个排骨上面的辣椒的味道还是欠缺一点 估计小师哥可能吃辣椒不如我 太好吃了 这个脆骨真的特别特别脆哦 烤肉一直是大家的最爱 今天小师哥把这个猪排做成了碳烤猪排 味道真的是棒极了 第二根吃完了,我再吃一根 浓浓的碳烤味哦 慢嚼一会儿有一股卤味 因为它是先卤之后才烤的 就好了 在吃啊 我们吃了 看看 我们吃一口 比辣母的粉 全部都吃到 吃一口 就好了 就好了 吃一口 冷味 吃一口 吃一口 要熄的 它 Jur者 就它是特别皮 炖 放干粒 朋友们看一下哦 第三根已经吃完了 我也已经吃饱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